全红蝉也诉苦了 揭开心底无助的一面 陈若林直叫他面临问题太多 临近春节 谢思义在市媒上晒出自己嘚瑟 期盼在家过年的视频 谁知却把小师妹全红蝉 内心最无助的一面给激发出来了 全红蝉诉苦 你开心了 我就不开心了 谢思义则安慰道 路还长 都一样 当年我也是 全红蝉则回复了无奈郁闷的表情 实际上 这不是全红蝉第一次想家 前一阵谢思义与张宇飞等人 分享吃上家人亲手做的年夜饭时 就曾公开表示 我也好想吃到家人做的饭菜啊 全红蝉的无助令人心疼 他道出了多少职业运动员的无奈心声啊 全红蝉已经进入青春期 这段时间的小姑娘想法多 也有了叛逆的想法 再加上红姐在奥运会 全运会上全部夺冠 明记已经到达顶峰 如何疏导她的心理问题 远比控制体动更困难 所以说 刚执教全红蝉不久的奥运五金王陈若琳 面临的问题可真不少 东京奥运会时 作为国际泳连跳水技术委员会委员的陈若琳 在现场观看了全红蝉的比赛 赛后她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写到我的新偶像小红妹妹 如今 偶像成为徒弟 相信陈若琳定将倾囊相授 全红蝉在广东队的主管教练何卫仪 一直期望全红蝉能够继续创造更多佳绩 得知陈若琳成为全红蝉的国家队教练后 她表示很放心 全红蝉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 陈若琳都经历过 而且她都克服得很好 她参加了三届奥运会 夺得五枚金牌 她非常自律 自我管理非常好 是全红蝉学习的榜样 而且她们的技术特点也很像 陈若琳作为全红蝉的教练 我很高兴 也很放心 东京奥运会上 14岁的跳水奥运冠军全红蝉以三跳满分 创纪录的466分夺冠 震撼世界 从7岁开始练跳水 到11岁进入省队 13岁进入国家队 14岁就夺得了奥运冠军 全红蝉创造了跳水队历史最快的夺冠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 从2018年开始 一直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红蝉 一直是师从广东队资深教练何威夷 何教练带了全红蝉三年多时间 帮助她从异于跳水成长为专业跳水运动员 并且登上奥运之巅 临近年关 各地的地方春晚 也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彩排和录制 这其中就包括广东春晚 近日当地的媒体也是来到了录制现场探班 其中也是透露参加此次广东春晚录制的演员 除了娱乐明星之外 今年的虎年春晚 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那就是体育国家队的亮相 主要是广东籍的运动员 这其中就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 拿到奥运冠军的全红蝉和樊振东 此外还有在百米大战中 创造亚洲历史的苏炳天 而苏神将从百米赛场奔赴春晚舞台 为大湾区倾情献生 2008年出生的全红蝉 可谓是一跳成名 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 不仅让杰说激动不已 就连很多国外的教练也是眼馋不已 都想上前和他合照握手 收获不少粉丝 而在场的陈若霖和郭晶晶 也纷纷化身迷昧 上前和他合影 对这个小妹妹的喜爱 知情异于言表 表示非常的欣赏 如今 两人成为师徒 为什么会选择陈若霖 成为全红蝉的主管教练 全红蝉的恩师和魏毅 说出了答案 就是说 在成长发育期和技术力量交替过程中 就像走钢丝一样 而全红蝉之后 将可能面临的问题 陈若霖都经历过 而且他克服得很好 能够参加三届奥运会 夺得五枚金牌 这些宝贵经验 对于全红蝉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女子担任 十米跳台这个项目而言 运动员的巅峰期 通常都在16岁之前 这时候的女孩身体 还没有开始发育 对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很有利 全红蝉今年14岁 身体刚刚开始发育 因此相比其他运动员 他确实有着年龄优势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人都担心 全红蝉能不能克服身体发育这一关 像前世界冠军高敏 跳水队领队周济红等人 都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高敏直言全红蝉 未来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就是身体的发育 想要再下一届奥运会 再看到全红蝉 他必须克服长身高 长体重的困难 再加上全红蝉自身 对饮食要求并不十分严格 经常会吃一些零食 这很有可能会让他的身材走心 周济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特意让奥运武器王陈若玲 来执教全红蝉 近日有媒体关注了全红蝉 这位跳水运动员的最新动态 目前全红蝉依旧在广州的酒店 接受隔离 前部九小姑娘发布了一则新的视频 她在视频中展示了自己的最新状态 并且也对冬奥会充满期待 这位选手如今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赞赏和关注 而有粉丝发现 全红蝉在最近一周的时间里瘦了很多 有很多喜欢全红蝉的粉丝表示 陈若玲这位教练管理非常严格 毕竟全红蝉只是一位孩子 不应该在长身体的阶段瘦这么多 然而在隔离一周之后 全红蝉看起来瘦了很多 粉丝们有些不乐意了 认为陈若玲对于全红蝉的管理太严格 不利于全红蝉未来的发展和成长 其实粉丝们的言论是非常没有理由的 全红蝉作为一位跳水运动员 本身就应该控制自己的体型 毕竟只有这样 小姑娘才能继续取得好成绩 14岁出道就夺得了奥运冠军 应验了出道集巅峰这句话 但全红蝉毕竟还是一个 未完全发育的小姑娘 她的跳水生涯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道路还很长 在一片鲜花和赞美声中 很多人都对她的未来很担忧 跳水女皇高敏 就是其中替全红蝉担忧的一个代表人物 作为两届奥运会女子 三名版跳水冠军得主 高敏完全有资格来点评后备全红蝉 首先她称赞全红蝉是老天爷 给世界跳水借了一个礼物 然后画风一转 她一针间斜地点出了全红蝉 今后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和困难 她还很小 还没发育 她马上就要长身体 要开始长身高 长体重 在这个阶段 对于女运动员来说特别艰难 她将面临不同的窗口期 如果她在练技术的窗口期 去练力量 那她的技术不能发展 如果她在练力量的窗口期 去练技术 那她容易受伤 当她的力量和技术不能匹配 就会进入恶性循环 呼吁大家对于全红蝉的成长保持冷静 尤其是当她遇到困难时 需要雪中送炭 并且希望在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上 看到强者全红蝉 如今 这对手握六枚奥运金牌的师徒组合 开启了全新的征程 王炸组合 值得期待 ל职廉 现在断炸 queen 会 酷 散